这些再弄不太难 大家好,我是Benny 今天带大家来到华强北 华强北充满科技感的城市 今天带大家去看 深圳福田第4届的未来科技节 有别开生命的一个比赛 这是什么比赛呢? 让我Benny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架呢,这一架就买1000元左右 不大就500元 请问这个Google 买多少钱? 这个Google 买多少钱? 这个,有视频在里面的 再用这个螢光幕 螢光幕就不用抓住 但是呢,那个 操控感就没有那么强 因为这个很专注 你踢到头那里,就飞来飞去的了 玩这些呢,多数都是年轻人 年纪很小的 我看上去就十几岁 但是呢,就已经可以玩到一手好机的了 这个消费呢,又不是太贵 工兼游人 大家都有一种速度感的乐趣 不用每次开车 现在,开飞机都可以有一个速度感的乐趣 好了,现在呢,把机放在赛道上面呢 就好像Galampage大赛那样的车平台 跟着呢,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面呢 就准备起飞的了 由持飞,开始了 新鲁珠,持飞 现在呢,先试一试的赛道先的 那是逐格逐格机起飞 就不是一次过全播这些赛道的 做个烤鱼 这就是几岁 这样高速来说,都是会有几岁的 但是因为它太快了 其实不太容易玩的 炒得很厉害 但不用怕,这些机器要做很容易 不太难,烂哪里就做哪里就行 这个很厉害,很有气势 有点像我们看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中间有一个树林 星球大战的车都没有车,不会黏在地上 在地面上飞行,全部都是在地面上滑行 现在这些就很像星球大战 遥控器来说,它有便宜有贵 这个就买两百多元,但距离只能够到八百米 而这个一千元,一千元就可以到两公里 这个是两百块吗? 对,两百多 飞机来说是封键游人,这个是900元 小价点,速度没有这一千元的速快 但初学者来说,这价都很足够 这个是更厉害的 马上麦多钱,请问 188元,680元 680元 如果是六百多元,我宁愿买这个 这个好像有盈点,多些金属 起码有尾灯 这个呢? 这个是多少钱呢? 10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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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现在有什么测试? 非常的稳定 非常稳定 嗯,我们几乎到十个月以上 刚好,已经完全超红了 非常完美 可以好像DJI那样去控制的 非常稳定的 非常稳定 有什么GPS呢? 这个 没有GPS 它是会主要在一个飞停的稳定 它会做到稳定 然后呢,这个行道呢 也把那个动力 效率做成最高 飞时间比普通要高一点 哦,飞行时间可以长一点 有多长呢? 这个飞行时间 十几分钟可以飞到 这个小的能飞多长时间 四五分钟 四五分钟 这个 它的距离 它能随时配搭 这三个不同的遥控器 比如说,我们有遥控器之后 里面有个基督机 我们的基督机 可以放在它上面 它上面,它上面 都可以 而且这个遥控器 可以控制它 也可以控制它 哦哦哦 它有个接收器 它的接收器 其实可以随便配搭不同的飞机 哦 那这个是什么钱呢? 这个Futaba 所以Futaba的话 是3,800一个 3,800 但是它的营干膜在这里 这个 这个是1,300 这个是1,300 这个是2,800 这个是2,800 这个是2个水 对了 哦,不错耶 真的 如果我搓水子的话 那我就买这个 搓这个 就已经足够了 对吧 有一个这样的屏幕 就可以看到第一次角了 哦 哦 有一个屏幕 就已经足够了 对了 先快把这些飞机三位 第一时间放掉电源 268 268 260元 对了 这个屏幕 那它和肥沙的肥沙 肥沙有什么分别呢? 肥沙就是左右眼独立的 左右眼独立接收 那这个来说 没有肥沙那么清晰 去到那么远 肥沙这个等于多元 就是三千 呃 其实原件 我们飞机上有一个叫 图传模块 图传模块 图传模块的功率越大 相对的距离就越远 好 没有遮挡的情况下 是越远的 如果有遮挡和干扰 就相对的距离一点点 但是我们穿越机关系 在500米半里面 这些禁止飞行 我会说要飞多元 明白吗?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呢? 飞几百米没问题 哦 三十五百米 对 三五百米没问题 这个 三五百米 你看看 挺清晰的 我觉得不错 前天是没有带遮挡 没有遮挡 不是遮挡一种楼 是 直线距离 毛车毛档 毛车毛档 三五百米 没问题 这个 二百六百米的眼罩 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看一会儿它飞了 看着 OK 好 准备 一号机 起飞 二号机 起飞 三号机 四号机 起飞 好 好 这一族 走到小手 飞得相对来说 比较保守一点 好 用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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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也是不错的 感觉都比平稳的 因为现场来说是很近的 说的都是十米 二十米左右 五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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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米左右 五十米左右 所以其实接收也是不错的 这个是高手 飞有这么久都没有撞过 这种竞技来说是很有速度感的 你看到呢 穿越机来说的乐趣就是 它可以 快到了 是很有速度感的 在短距离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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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加速 可以穿越一些障碍 是的 那其实初学者来说 就飞慢一点 它现在呢 其实已经去到终点了 去到终点了 这个 贏了 好玩啊 这个 Mandy的介绍到此为止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麻烦给个like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内容 麻烦subscribe 作为对我的一个支持 我会制作更加多的影片 给大家看的 谢谢大家